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晚我不知道该对她说什么 林雪有些恼了 宁白 你是哑巴了吗 演唱会门口 林雪沉默 好似终于记起 她答应过陪我去看演唱会 只是我没想到 她的确买了票 只是拿去赔了姜桓 停车场等我 我过来接你 我不太相信林雪的话 但也不想叫车了 因为开始下暴雨 全程停电 我狼狈地在停车场躲雨 黑暗中 全靠手机亮光撑着 手机的电只撑了两个小时 关机前 林雪也没再联系我 只刷到了姜桓的朋友圈 停电的晚上 漆黑的城市 你依然是我的阳光 配图里 是姜雪手扶方向盘的侧脸 我笑了笑 有些释怀 也好 我在演唱会门口等到散场 她赔了姜桓 我在停车场等了一晚上 她也没来 我用五年的婚姻 期待能捂热她的心 这次 我终于死心了 我不行到最近的一家酒店 上床就睡着了 第二天从酒店去了律所上班 还是有些迟到了 律所知名度很高 林雪是创始人 我只是个普通律师 刚坐下 隔壁公卫的张律 就一脸佩服 今天是大老板组织的全员会呢 你都敢迟到不参加 我笑笑 林雪从来不在意我 更别说缺席这种例会 永远只是我在意她 上午没太多活 我忙完打开电脑 开始写离婚协议 林雪的出现很突兀 彻夜不归有意思吗 宁白 你知晓我的脾气 如果你下次再敢这样 我点点头 专心写着 顺嘴回她 放心 下次不会了 应该是没有下次了 只要离了婚 以后各回个家 各找个妈 林雪愣了一下 想雨出嘲讽 却又忍住了 晚上一起吃个饭 她顿了顿 瞥了一眼屏幕 又说道 你什么时候开始接离婚的案子了 我笑了笑 我不问你昨晚去哪了 你就也别问我了 她深看了我两眼 不再说话 快下班的时候 手机上收到林雪发来的信息 是一家高档餐厅的预定通知 我知道 这是她想给我的补偿 我收拾好从打印机吐出来的离婚协议 放在包里 准备赴约 出公司的时候 迎面看到了江桓 作为林雪全程皆知的小跟班 江桓的确帅气逼人 她就这么当着我的面 上了林雪的车 林雪开着车离开 不宜会跟我发来信息 无非就是让我在律所等等她 我没等 自己去了餐厅 餐厅里 我自顾自地点好双人餐 这家的战斧牛排 的确是我的最爱 我把两份都吃了 以前总是等林雪到了再开吃 鸡一顿饱一顿 她根本不在意我的状态 林雪最后也没来 我也没生气 细心照料她五年 她心里依然没有我 只要能把离婚协议签了 她去干什么 我根本无所谓 她不知道 她看到的那份离婚协议 是写给我和她的 吃完饭 我逛了好一会夜市 回到家的时候 已经很晚了 客厅的灯亮着 林雪竟然在等我 之所以说竟然 是因为结婚五年 常常都是她半夜才回来 而我 总是推掉所有应酬和聚会 在家等她 防止她喝多了 没人照顾 也防止她忙得太晚 没吃晚饭 所以 醒酒要备着 热菜热饭也随时备着 林雪很厌烦我这种行为 她说我一个大男人 活得像个老妈子 摇摇头 从回忆中醒来 林雪的眼神有些冷 声音也很冷 硬白 你差点又彻夜不归 我呜了一声 可能在这个家 彻夜不归是她独属的权利 以后个回个家就好了 林雪眯着眼 似乎很诧异我的表现 你知不知道 今天是什么日子 我愣了一下 手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 那里有我之前 为林雪准备的礼物 今天是结婚五周年纪念日 往年我都要费很多心思的 可我没拿出礼物 毕竟都快离婚了 走这种虚无缥缈的一事 实在没有必要 林雪眼神里有些烦躁 递给我一个礼盒 之前准备的 你自己打开看看 我没有太意外 毕竟连续几次爽约 总得补偿我一下 这就是林雪 每次做错事 她都会事后稍微给我点甜头 而我总是忐忑等待 期待她的礼物 最好是抽时间陪我一会儿 我接过礼盒 随手丢在了沙发上 太客气了 我礼貌地回她 她眼神一宁 似乎完全无法理解我的礼貌 今晚没赴约 是江桓有点急事 我打断她 没事 不用解释 我都理解 我是真心觉得理解 林雪却有些恼了 你别天天胡思乱想 无理取闹 江桓家里的官司是我接的 我总得负责到底 我低头翻着包 找离婚协议 嘴里也没停下 接官司接到演唱会上 你调查案子 的确尽心尽力 你别天天胡思乱想 无理取闹 江桓家里的官司 是我接的 我总得负责到底 林雪修眉微醋 整张脸阴沉了下来 这是她没法解释的事情 所以她只能脸色阴沉地 看着我 要是换作以前 我大概率要被这表情 惊得手足无措 然后开始不断陪笑 乃至认错 是的 只要她摆出这个表情 错的 就只能是我 可现在 我只是低着头 翻找离婚协议 最终也没找到 大概率是落在餐厅了 你又在找什么 林雪测了测身 往我这边靠了过来 我N了一声 却没再多解释 不喜欢她靠得太近 我没去主卧 直接在客户睡了 这一夜 我睡得很踏实 考虑到这两天 见林雪的频率有点高 我想改一改离婚协议 坐在工位 正想着 却被林雪电话打来 说去她办公室 交几份材料 我想了想 不准备聊离婚的事 毕竟 林雪极讨厌 在她办公室聊私事 尤其是我 没想到 却碰到了江桓 江桓是一个客户的公子 也是个颇有名气的主播 现在正坐在林雪的工位上 照着镜子 给自己喷了喷香水 宁哥 你来啦 江桓看我的眼神里有些挑衅 我给了她一个和善的笑 我放下材料 正准备走 却被林雪叫住了 命白 把我的药 拿给我 我瞥了一眼林雪 顿时明白了 林雪出身富贵 身子娇嫩 对很多东西过敏 包括一些香水 包括一些香水 所以我婚后 基本不买护肤品 偶尔买不同款的洗发水 也要被她恶狠狠地斥责 你心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妻子 渐渐地 身上被着林雪防过敏的药 也变成了我的习惯 说起药毛 我底子其实很好 就是婚后没了十多自己的习惯 一捧清水就够了 没带 我嘴里说着 眼睛却盯着江桓的香水看 倒不是要学它 只是这些香水 能引起林雪过敏 离婚后 我也该注意打理自己外形了 林雪眼神里透出了一丝焦躁 有些无法置信 怎么可能没带 你明知道我的身体 姜桓跟着补刀 宁哥 你这就不对了 怎么可以不关心林姐的身体 林雪沉默了 可能是觉得 没法多说我什么 毕竟 我只是忘了带药 真正让她过敏的 又不是我 那我送你回去拿药 话一说完 林雪就有些尴尬了 话一说完 林雪就有些尴尬了 需要吃药的只是她 送我回去 未免多此一举了 你自己回去吧 我中午约了人 我的确约了人 隔壁工卫的张绿 是公司除了林雪 最擅长打离婚官司的人 既然要改离婚协议 自然得取取经 不然 我的离婚协议 还找林雪帮我改 和张绿约在了公司隔壁一个餐厅 我一边吃 一边问张绿一些协议的细节问题 你真想离婚啊 张绿有些联系地看着我 她不知道我和林雪的关系 应该说 全绿所的人都不知道 毕竟 林雪最讨厌有人 把私事带到办公的地方来 嗯 老婆外面有人了 不过没什么 我也想离 我正说着 却看到林雪和江桓 说说笑笑地走了进来 林雪看到我 下意识地连起笑容 远离了江桓半步 我礼貌 冲他俩笑笑 然后叫来服务员 把我和张绿的位置 换到了外面的阳光厅 阳光正好 更好的是 可以不打扰他们 我还记得两个月前 林雪陪江桓逛街 而我正给他挑着生日礼物 同一个商场 不期而遇 我惊慌失措 江桓镇定自若 只有林雪勃然大怒 当众训斥 我竟然跟踪他 打扰他和客户谈事 最终 我蹲坐在商场门口 抽了一天的烟 所以这次 我选择离他们远点 离婚协议拟定得很快 张绿还有急事 便叮嘱了 剩下几个细节条款 就走了 我迎着阳光喝咖啡 哼着小曲 改着剩下的条款 宁白 我送你回绿所 林雪站在桌前 脸上有些笑意 身边竟然没有姜桓 我瞥了她一眼 努努嘴 你和小男友玩得挺花 她一身紧身小西装 脖子上 还挂着一条素色手帕 很明显是姜桓的 低头看到 林雪有些慌张地拿掉 我刚才喝汤 有点心不在焉 撒了点在领口 阿环 姜桓帮我擦了擦 她回答得小心翼翼 我却不太在意 我送你回绿所 林雪又问了一句 我看着笔记本屏幕上 快修改好的离婚协议 点点头 又有些歉意地说 抱歉 马上就好了 你等我一会 她看起来有些开心 伸了伸脖子 往屏幕上看了一眼 这是什么 我一边打字 一边懒散地回复她 一份离婚协议 改着要用的 这个场面 我有些陌生 以往 只要是林雪要开车送我 我从不敢让她等我 哪怕有在紧急的事 不然她脸上 立刻布满了阴云 让她等我 还是第一次 林雪听到离婚协议 脸色变了变 我改的有些卡文 问她 条款怎么写 能保障离婚后的任何一方 不得骚扰对方 啊 什么 林雪一个全国知名的大律师 竟然在专业领域卡了壳 还顾左右而言她 你一个刑事律师 怎么总是对离婚协议感兴趣 我正准备直说 林雪电话响了 是姜桓的来电 她接电话的时候 我也没闲着 保存修改好的协议 我进门找店家借了打印机 看着吐出来的离婚协议 我有些开心 林雪则还在门外 一边接着电话 一边有些不耐烦的躲步 偶尔透过玻璃窗 往门内看过来 久等了 我有些歉意地对林雪说 的确久等了 打印机不是很好用 折腾了十几分钟 这可能是林雪最近几年 等我最久的一次 她慌忙挂了电话 说没事没事 我很满意这种有点客套和疏远的对话 离婚后也要保持下去 不 最好老死不相往来 到时候我就辞职 换个律所 最好换个城市 我想到这 脸上露出了微笑 林雪看我笑得灿烂 估计以为我心情好了 也跟着有些紧张地笑 我把离婚协议放在了桌上 轻声道 择日不如撞日 要不今天就把这份协议签了吧 放心 财产条款对你很有利的 林雪脸上的笑容 却突然消失了 你什么意思 林雪坐下来 面对着我 拧着眉头 充满了不解 闹脾气一会儿就够了 再多就没意思了 你是个男人 能不能大度一点 把自己的老婆 拱手相让给别人 这还不够大度吗 她想我怎么大度 如果不是她这会儿 面对我上有几分愧疚之心 怕是连这点耐性都不可能分给我 能让她等待的人 只有僵缓 放心 我也没有那个跟你闹的兴致 我把离婚协议又往前推了推 她将信将疑地翻开了协议书 表情逐渐凝重 我不知道有什么好装的 无论是谁来看这份协议 都能看出我开出的条件 对她来说百利而无一害 林雪却在看完之后 愤怒地将协议书摔在我的面前 我真不知道你到底在不满什么 你现在的日子过得不好吗 不用没日没夜地去帮别人打官司 在公司里乐得清闲 多少律师羡慕你 你以为你的日子是谁给你的 我抬眸看她 浅浅道 我知道 所以我不要 怎么了 林雪被我堵住 原本想好的下半句话 卡在喉咙边说不出来 我第一次从林雪的神色里 看出了尴尬两个字 多可笑 她第一次跟姜桓去约会 被我碰到的时候 她都没表现出过一丝一毫地尴尬 我真是不知道 这有什么好尴尬的 她是觉得我不可能放弃 这么优渥的生活吗 可我真的累了 我宁可忙一点 也不想在她的阴影之下 当个可怜的被施舍的家伙 林雪好半天 才找到角度继续骂我 还说你不是在闹 像个女人一样 哪离婚威胁我 硬白 你成熟一点吧 她总是这样教训我 法务部虽清闲 但总归心里不安 想多为她做点什么 但她却嫌我麻烦 让我别带着情绪上班 老老实实在那儿 想清福就可以了 我想要证明自己 她也只会挑我的次 挑来挑去 最后说就算了 她并不是对什么都挑剔 她只是挑剔我而已 午休时间很快就过去 林雪最终痛骂我一顿 没签字 但也没把离婚协议给我 用她的话说 是绝不能在上头的时候 做任何决定 她没收了 让我冷静冷静 别拿这份丢人离婚协议出来 被人知道了 还以为公司的法务部有多水 不知道这话 张绿听了会不会哭 回到公司后 我着实是没什么工作 想了想不如就干脆 和一切都说再见吧 我起草了一份辞职信 都懒得去摆林雪的桌面上 直接发了邮箱 林雪作为总裁日理万机 邮箱里各路工作文件 数不胜数 我本以为她会过两天才看到 却没想到 我按下发送没一分钟 林雪就气冲冲地下来找我 她站在门口抱着胳膊 宁白 你跟我过来一下 法务部的实习生 看着她发怒的样子 偷偷跟我摇耳朵 林总今天好吓人啊 你还好吗 要不要我一会儿就你出来 我摇摇头 感激了她的好意 跟着林雪去了她办公室 喷的一声 办公室的门被林雪甩上 我心疼了一下新装的玻璃门 可别摔坏了 你到底在闹什么 我扫了一眼办公室里 姜桓抽完烟 拿着香水 在办公室四处喷了喷 林雪却没有丝毫言语 林雪吃了两片药 包装在垃圾桶里 静静地躺着 她的脖子上有些红色 想来是过敏反应 还没完全消退 在这样的环境里 要为了僵缓忍着 当然会狂怒 林总 我没有闹 只想想清楚了 这样的日子 真的没什么意思 我不会带情绪上班的 你也不会 对吧 这还是你教我的 我看向林雪 林雪被我气笑了 她指着我 让我既然这么不想上班 现在就立刻滚出去 我就等着这话呢 回了一句好的 转身出去收拾工位去了 久违的 我感到一身轻松 收拾东西的时候 身边的人都没敢问我 到底怎么回事 我是林雪带进来的 公司里 大家都知道 我这个位置 就是老总给的清闲 法务部里除了实习生 也没人看得上我 因为只要有我在 总监的位置 就永远是一个走后门的人 他们想上位都不可能 现在我走了 不知道多少人 在私下里的小群里 拍手叫好 只有实习生低着头 看似一本正经的处理文件 实际上 在和我的聊天 对话框里 键盘都敲出火星子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 我都不用看 就知道 他给我发了好多个感叹号 我抱着整理好的东西 离开了律所 我没有回家 那个家对我而言 已经算不上是归处了 随便找了家酒店 暂时住了进去 我才腾出手来去看 小实习生给我发的消息 他除了开始 便没在追问我和林雪之间 发生了什么事情 而是问我 需不需要帮助 毕竟林雪大小 是知名女总裁 我和林雪闹得这么僵硬 没人想出她的眉头收留我 实习生说 她可以帮我问问 她的导师和学长 走走人情总有办法的 这番话 可以算得上是交浅延伸 但我没麻烦她 我本来已经决定 离开这个城市 林雪的手在场 也不至于哪儿 她都管得着吧 但我还是低估了 林雪的影响力 那天我离开 林雪的办公室之后 她就向所有人宣布 从今天起 不许宁白 踏进公司半步 这就相当于是禁令了 业内不知道会传出 我到底干了什么事 能让林雪这么生气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就连隔着一条河的外的 林省都知道了 在新环境里 我找工作 也是处处碰壁 我才租了新房子 兜里的钱 虽然不至于见底 但也不能一直过 这种只出不尽的生活 那要是改天被人看到 我的落魄 还以为我被林雪抛弃 心如死灰一蹶不振了 怎么办 那也太丢人了 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 我只得努力投递简历 可我在林雪的公司里 待了太久 重新回到律师界 很多公司看我 没什么开庭经验 并不想要我 更何况又有林雪的禁令在 他们都怕我是给公司 捅了什么篓子 才被赶出来的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周 我终于收到了一份面试通知 说实话 我在投递这家律所之前 根本没有抱任何的希望 原因无他 一是这家律所的老板 知道我和林雪之间的关系 二是他在大学期间 就和林雪一直都是死对头 争抢校花失败的那种血海深仇 余若薇和林雪 从高中起就是一个班 上次 在他那儿 我就是眼光不好 还受虐狂 天天被余若薇嫌弃破 还甘之如银的倔驴 我会离开林雪 打死他都不会信吧 所以接到面试通知的时候 我不是很想去 我怀疑余若薇只是想把我叫过去 嘲笑我一顿 我做足了心理准备 在心里打一遍又一遍的复稿 该如何应对余若薇的妙语莲珠 让我意外的是 面试的时候 我并没有见到余若薇 面试我的人是余若薇带的徒弟 他告诉我余若薇这一周都在省外出差 不过倒是刻意交代他要多多关照我 看看我这几年的业务水平 有没有涨进 面试的流程很顺利 小徒弟和余若薇远程沟通后 确定下了我的offer 我对此不能说是意外 简直是天上掉馅饼 或许余若薇只是想通过 收留我气死林雪 他的心思我不得而知 毕竟等他回来 已经是一周之后的事情了 出入公司的这一周 同事们对我展现了充分的人文关怀 我一开始不明所以 直到余若薇回来 人人自危 大家很怕余若薇 比起林雪的那种不怒而微 员工们每天跟揣测生意似的 琢磨他的心思 余若薇这里 更像是对业务能力的敬仰 和担心自己达不到余若薇标准的恐惧 有个员工私下里偷偷告诉我 他们这里已经很久没有来过新律师了 无论是男是女 是老师上 最长一个月 最短半小时 都会被余若薇骂哭 上一个被招进来的 还是余若薇的那个小徒弟 也是他们中最佩服的人 我就这样 带着坠坠不安的心情 走进余若薇的办公室 做好了被他骂的准备 出乎意外的 余若薇并没有讽刺我 也没有拿着我的草案从上到下批住的一片星红 他只是让我做 然后问我 终于想通跟那个蠢婆说再见了 好 他只是不骂我了 我很想提醒他 小心这样骂人会被屏蔽 但张口犹豫了一下 觉得还是算了 毕竟他说的没错 对 我们离婚了 意外与我的坦荡 余若薇薇震住 但很快 他便反应过来 笑着对我说 认识你这么多年 我终于见你做了一次明智的决定 而为了奖励我这个明智的决定 余若薇接下来对我的培训 简直堪称满清十大酷刑 我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工作 直到公司锁门才能睡 可不得不说 余若薇的斯巴达教育很有成效 我学到了很多 这些年在林雪那里没学过的东西 忙碌的日子让我把林雪给忘了 也忘了去催林雪签离婚协议 直到我某个晚上 正和余若薇一起处理新街的案子的诸多线索 林雪的电话打了进来 我看了一眼就挂断了 依照我对林雪的了解 她会生气我居然敢挂她的电话 然后开始自顾自地闹脾气 用尽一切手段折磨我 然后再过来抱着我 给个甜枣 问我知道错了没有 但今天不知道怎的 林雪居然一个电话 又一个电话地打了进来 我挂了一个又一个 最后是余若薇让我接 接 给我个嘲笑她的机会 我翻了的白眼 不理解他们两个之间的恩恩怨怨 电话才刚接通 电话那头林雪的声音 冲破了听筒 你到底闹够了没有 什么时候回来 我把手机拿了很远 在余若薇不耐烦的质疑目光下回答 我辞职了 为什么要回去 我没批准 您当场就让我滚了 林总 林雪被我堵得好像 差点气都没喘过来 最后也只能下命令似的 我不管 江桓的公司出问题了 你必须给我回来 我说林雪怎么突然想起来我了 说到底都是为了她的小跟班 跟我交代完 她就挂掉了电话 一点留恋都没有 我拿着电话 只觉得莫名其妙 江桓的事情关我屁事 她不会觉得拿忙不过来卖残 我就会理她吧 我把手机扔在一边 向余若薇解释 不用管 我现在身心都已经是咱们律所的了 前任的消息 我就荡耳旁风 说完 我抽出一份资料开始处理 但余若薇却把资料从我手中拿走 去 为什么不去 坐上回去的高铁 我还是没明白余若薇为什么要我回去 更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跟着我回去 这个问题我一直想到林雪的律所门口 都没得出答案 林雪从里面看到我来了 气冲冲地出来 我打赌 她在看到我的时候已经连怎么骂我都想好了 不过我很期待她看到我身后的余若薇的时候 再次卡壳的模样 看她吃瘪 真的还挺好玩的 只是这次林雪没卡壳 或许是死对头 触发了什么机制 她看到余若薇就冲着我冷笑 明白你是想诚心气死我是不是 你把她带过来做什么 余若薇往前走了半步 隔开我和林雪 林总说话注意点 这是我的员工 你搁这儿训斥了什么劲呢 林雪看看我 又看看余若薇 冷笑着指着余若薇问我 你说自己要辞职 就跟了这么个东西是吧 清闲的日子不喜欢 这么喜欢上杆子找骂 你见不见啊 哎哎哎 余若薇伸手把林雪那只不礼貌的手指 掉转过去 指着她自己 严谨一点 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才叫找骂 见我不说话 林雪就已经很不满了 这有你什么事 余若薇煞有其事地拨弄了一下 她的头发 倾壳两声 我律所的新员工 第一次独立接任务 我这个老板 本着人文主义关怀 一同跟随 有问题吗 余若薇那个样 简直像在问林雪 难道你们公司 没有这种关怀吗 我在心里 默默翻了个白眼 真幼稚 不过到底是 林雪小跟班的事 她也没跟我们多耽搁 能让她急着来找我 应当是很严重的经济问题 案件不等人 她现在一定急坏了 姜桓的公司 本就有账目不清不楚 不然他们这多年没联系 也不会突然找上林雪 就是摆明了 要林雪做这个冤大头 但林雪愿意 这我管不着 可现在整个账目 都出了问题 连带着林雪的公司 一起牵扯其中 上亿的流水下落不明 他们被下端公司 告上了法庭 法务部那群 吃干法的 根本不知道怎么处理 林雪只能不管不顾的 叫我回来 毕竟我当年 在经济案官司上 其实还挺有名的 只有我能帮她 接这个烂摊子 但于若微听完 两腿一伸 直接就两个字 不干 说完 她转头就跟我说 订票 回去了 这是我和宁白的事情 你没有权利插手 你要骗我 员工参合这种 一看就不可能胜诉的案子 我能不插手吗 林雪没理她 只是看着我 其实她并没有很自信 自从我交出那份辞职信之后 她对我就失去了掌控力 她是知道的 只是她不愿意相信 她总说 不让我把私事 带到工作上来 但她才是那个 总是意气用事的人 她总是通过这些情绪的宣泄 来逼我就犯 她知道 林雪猛地站起来 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她现在才明白 我跟她说的 离婚和辞职一样 不是玩笑 不 这是两码事 你不能 为什么不同意 我打断了林雪找理由的节奏 同意 然后为姜桓的案子费心尽力 这很划算不是吗 林雪几次开口 都找不到合适的理由来反驳我 最后也只能拧着眉头说 不要把你的个人情绪 带到案子上来 可你知道我没有 她知道我最在乎的 就是作为一名律师的职业风评 律师是职责是匡扶正义 如果不是法律援助 我不会接这种必输的案子 她很清楚 姜桓的公司问题很大 官司打下来 她尚且能断尾求生 可姜桓的资金流向 有问题是实打实的 本人又没有积极认罪的意愿 我们都必输无疑 一旦认真接位他们辩护 谁又会信任我们守护的正义呢 林雪 一直以来 带着私人情绪工作的人都是你 别不承认 你自己很清楚 不然你不会想方设法 把这口锅扣到我头上 只有我是那个人 你才能正大光明地 在我的身上宣泄你的情绪 不是吗 我轻轻笑起来 说出这些之后 我觉得无比地放松 林雪 我们的婚姻只是一个你拿来释放自己的工具而已 结束掉 对你我都好 余若薇没想到我会说这些 她一直等着我说完 然后大声地为我拍手叫好 宁律 该你选了 不过你放心 就算你选择不离婚 我也会亲自帮我的员工 打好你们的离婚官司的 姜桓在一旁劝林雪答应下来 公司是她母亲留给她的遗物 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悄悄这么会卖惨 谁不心疼啊 我站起来 和余若薇一起离开了林雪的公司 第二天一早 我收到了签好的离婚协议书 和委托信函 对此 我并不意外 姜桓的母亲对林雪来说 是致命的遗迹 姜母对她有恩 她不可能放着姜桓不管 要管 她就需要我 她不得不签这个离婚协议书 就这么简单 余若薇一早上就回去了 她毕竟还有新街的案子要处理 临走前 她助我旗开得胜 她等着我 我留在这边忙着处理姜桓的事情 我没有去律所 所有的事情都在酒店进行 期间林雪来看过我 家里你的东西都还在 不愿意去公司的话可以回家 我摇摇头 那已经不是我的家了 而且那些东西 你都扔了吧 我不需要了 林雪看着我 几次开口 都没能说出半个字 她想挽留我 却又不知道如何开口 我跟她之间的婚姻 本就没什么激情 一路都是顺其自然 走到尽头 自然也该好聚好散 林雪知道 她对我的疏忽 之前的不懂 都只是说给自己的谎言罢了 被我揭穿之后 她也没办法再对自己的比列 视而不见 这样也挺好 如果她非要跟我纠缠下去 我倒觉得太假了 她不是那样的人 我也不是 你也不用天天往这里跑 我会化妆 你受不了 但林雪还是出乎意料地照顾我 在给江桓跑案子的这段时间里 是结婚五年 林雪对我最细致的日子 我一时间都不知道 她到底是冲着我 还是冲着江桓 开庭的那天 于若薇特意请了假来看我 美其名曰 看看新员工的第一站 要是丢人 就立刻把我从律所扔出去 我看着她这副口是心非的样子 都懒得反驳 辩护的过程很顺利 我能为江桓做得无罪辩护不多 他们的影响极其恶劣 最终还是判了巨额罚款 出来的时候 江桓扯着我骂我 你是故意的 你认为我破坏了你们的婚姻 让你失去了小雪 就这样陷害我 江桓 别说了 林雪拦住江桓 她尽力了 你在公司里做了 你自己不知道吗 江桓从来没想过 林雪竟然会这样跟她说话 她气得踹了一脚车门 转身离开 我懒得看林雪怎么处理 转身要走 但没想到 林雪没去追江桓 而是扑上来抱住了我 宁白 等等 我掰开她的手 让她有话直说 但林雪怎么都不松手 我们真的没可能了吗 我轻笑 我们应该有什么可能吗 江桓并不是原因 她只是一个影子 在她出现之前 我们的关系 就已经变成这样了不是吗 林雪想了想说 可婚姻都是这样的 或许吧 我不反驳 如果没有江桓 或许我能接受 但你并不是真的失去了爱人的能力 你只是不爱我 于若薇从一旁走过来 把林雪用力扯开 然后依偎进了我的怀里 我顺势抱住了于若薇 刚好 我也是 我对林雪挥了挥手 离开 和于若薇走出法院后 我立刻和她拉开了距离 谢谢你帮我演这出戏 于若薇整理了一下衣服 我不介意陪你演戏 但你要记得 在我的律所工作 要记住一句话 上案第一件 先展一中人 知道了 你徒弟跟我说过很多遍了 于若薇满意地点点头 不过没关系 等你做到我这个地步的时候 就有自由恋爱的权利了 难怪她一直在林雪的面前 有着极高的自信 她从来都不觉得自会输给林雪 因为她上岸了 第一件就是当年冲着爱上林雪的我 至于现在这件斩不斩 有什么所谓呢 哪有搞事业重要啊 好好好 那希望老板的下一个项目 能带我飞升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